大家好,我是Frank 欢迎来到今天的Grammar Review 在这个月的文法复习当中 我们要来复习的是代名词 一起来看看今天杂志上的内容吧 代名词其实在英文当中 算是相当简单的一个单元 实际上你只要记得 英文当中代名词的说法 跟它的用法 其实这个单元就能够掌握住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杂志当中的定义 他说所谓的代名词 就是代替前面已经提过的人 是 物 而英文当中的代名词 有这么多 有人称代名词 反身代名词 只是代名词 不定代名词 疑问代名词 跟关系代名词 不要被这些文法术语给吓到了 实际上这些概念 各位同学以前或多或少都学过 我们一起往下继续看 杂志当中列了很多重要的用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个 中文当中会说 你我他 但是英文当中 要说的是 你他我 这个顺序要请各位同学 特别的记起来 所以 you he and i 或者 you she and i 杂志当中的例句说 you she and i should go to the concert together 顺序就是按照 第二 第三 第一 这三种人称的顺序 而复述的时候 中文跟英文的说法是一样的 都是说 我们 你们 他们 we you and they are all in favor of the new plan 再来接下来要告诉各位同学 then这个字叫做比较 而then的后方 到底应该要加上主格 还是受格呢 在这边 Frank要先告诉各位同学 其实现代的美语当中 对于then的后面 要放主格跟受格 其实是没有硬性的规定的 他年纪比我大 可以说 he is older than i 也可以说 he is older than me 但是在某一些情况当中 后面加主格跟受格 意思跟意义就不一样咯 我们来看看杂志当中的这个例句 杂志当中的例句说 玛利亚对我 比起他对我 来得更加的温柔 这个时候的英文说 Maria treated me more tenderly than he 为什么这边要写he 而不是then him呢 因为这里的he的后方 我们可以看到 省略掉了一个注动词 did 而这个did又是代替前方的动词 treated 而treated的后面 其实me也一并跟省略掉了 随其这个句子 如果要完整的说出来 它原来是指 Maria treated me more tenderly than he treated me 而下方的另外一个例句 则用受格 Maria treated me more tenderly than him 为什么这边用him呢 因为玛利亚对待我 是比较温柔的 比起玛利亚对待他 这里的then的后方 省掉了 Maria treated的两个字 所以这里的he跟him 意思跟用法 就不太一样了 下方告诉各位同学说 对等连接词的前后 那么所使用的人称代名词 它的格要一致 眼下之意就是 前面是主格 后面也要用主格 前面是受格 后方也要用受格 所以例句说 he and his brother are going to set up an online bookstore he 是主格 his brother 当然也是主格 下方又告诉大家 如果是逼动词 也是一样 前后的格 一样要是一致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辨别 照片的男子 是否就是他 这个例句非常的好 I can't tell if the man in the photo is he or not 为什么这边要用he呢 杂志当中告诉我们 因为这里的the man 是主词 所以用的是主格 所以后方这个he 也一样 跟着要使用主格 当然 另外一个例句就不同了 我认为 安德森太太就是她 I think Mrs. Anderson to be her 为什么这边要用her呢 因为Mrs. Anderson 在这个地方 当作think的寿词 所以后方 也就要用her 这个寿格 接下来要复习的是 各位同学都非常熟悉的 所有格代名词 所有格代名词 就指的是 某某人的 什么东西 那么习惯上 所有格代名词 其实就是 所有格 加上名词 所以my 就指的是 我的东西 hours 就指的是 我们的东西 所以这里的例句 非常的简单 你最拿手的科目 是数学 而我最拿手的科目 就是英文的 Your best subject is math and my is english 这里的my 就指的是 my best subject 而接下来当中 告诉各位同学 代名词 实际上还有 好多不同的特例 跟它的用法 比如说 这里的代名词 it 可以代替 前面出现过的单字 片语 或者是子句 例句说 Daren讲到 他的房子 被流星击中 但是我强烈 怀疑这件事情 这里的it 就指的是 Daren所说的事情 所以例句当中提到 Daren said A media struck his house but I doubt it 这里的it 就指的是 前面 Daren所说的话 第二个是 国中所说过的 it可以指的是 天气 所以天气很好 就会说 it is fine today 天气不好 就是 it is rainy today 今天的例句说 the game will be cancelled if it rains tomorrow 这里的it 就指的是天气 the weather 当然也可以指时间 it is wednesday today 今天是星期三 当然还可以指距离 it is not very far from my house to the train station 从我家 到火车站 并不远 以上一二三四种 都是比较简单 基本it的用法 而第五个 则是考试当中的重点 it这个字 可以当作 所谓的虚主词 或者是虚售词 其实虚主词的概念 大家比较熟悉 例句说 过了这么久 还可以听到你的消息 真是太棒了 it's great to hear from you after such a long time 其实这里的it 就是代替后方 to hear from you after such a long time 代替后面这个 这么长的动词 那么因为it在这边 当作句子的主词 而it没有意思 所以在文法当中 被称为虚主词 但是另外一个 则是it当作 虚售词的用法 虚售词 大家多半比较不熟悉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例句 我认为认错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 I think it's courageous to admit one's own fault 这里的it 实际上是代替后面 to admit one's own fault 这个动词 而这里的it 没有意思 它又是售词 所以被称为虚售词 而英文当中 think it courageous 中间是不需要加上意思的 为什么不需要呢 因为如果做了文法分析之后 think在这里是动词 it则是受词 而且因为它没有意思 所以被称为虚售词 而courageous这个字 是形容词勇敢的 它用来修饰前方的it 所以它叫做受词补语 所以这边是不需要加上is的 特别提醒各位同学 最后一个it的用法 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叫做强调语气 强调语气这个句型 习惯上是it is 或者是it was 加上一个你要强调的部分 后方加上that 那么今天例句当中说 救那个女生的人 是布雷克 原来这个句子是 Blake saved the girl 而今天我要特别强调 就是布雷克救了那个女生 it was Blake who 或者我也可以用that save the girl 所以以上是it这个代名词 六种不同的用法 当然下方我们又提到了 另外一个文法当中的概念 叫反身代名词 叫什么什么自己 多半都是self 或者是self's结尾 而这边做了一个很基本的文法定义 所谓的反身代名词就表示 这个动作是做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反身代名词 比方说 我努力工作为了要改善我自己 I work hard to better myself 因为做这个动作的主词是I 而受词是我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就用myself 而反身代名词在杂志当中告诉各位同学 可以有四种不同的用法 比如说第一种是用来加强语气 他自己完成了这道饭 she herself cooked the meal 实际上 这个例句 如果你只说 she cooked the meal就可以了 但我今天要特别强调 就是他自己煮的哦 别人没有帮忙 所以我加了一个herself 来加强这句话的意思 或者也可以看例句第二个说 I couldn't imagine shaking hands with angly himself 我没有办法想象 跟李安这个本人握手 今天实际上你讲angly就可以了 但后面为了要加强语气 所以多了一个herself 而英文当中 反身代名词 如果跟不同的介细词连用的时候 多半都会有不同的意思 也就变成了不同的片语 比方说第一个例句提到 时间本身就是我们最珍贵的资产 in itself 中文多半翻作 本身就自己而言 第二个例句说 Jack was so beside himself with joy when he learned that his wife had just given birth to a baby boy Jack欣喜落狂 beside oneself 这个片语 指的是人非常高兴 高兴到无法克制的意思 最后一个for yourself 则是指为了你自己 所以反正代名词 可以用在片语当中 下面继续提到 make yourself at home 使你自己好像如同在家中一样的舒服 自在 就是不用客气 自己来的意思 help yourself too 也是一样 帮助你自己 言下之意就是不要客气 自己动手 最后提到了 某一些动词 习惯上会用反正代名词连用 比如说第一个 adapt herself too 就是使自己适应 amuse himself 则是指娱乐自己 最后一个excuse herself 则是指找了一个借口 让自己离开的意思 言下之意就是请假 所以反正代名词 习惯会跟片语连用 这是我们杂志当中 特别提到的几个用法 请各位同学要多多的练习 下面有六个题目 我们一起来动手做做看吧 第一题 Harold and Are going camping this Saturday Harold跟我 本周六要去露营 这个词要选的是爱 还是me呢 实际上很简单 Harold在这里是主格 所以李佐当然 要用的是主格爱 第二题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to the group 请允许我对于这个团体 自我介绍 今天introduce后方的秀词 就是我自己 所以我要写的是反正代名词 myself 第三 It's customary to bow in Japanese culture 在日本文化当中 鞠躬 是非常习惯的 今天 我要用 it当作虚主词 来代替后方的 to bow in Japanese culture 所以请你选的是 it这个答案 第四 Peter said He failed the exam but I didn't believe 彼得说 他考试没通过 但我不相信他 今天 这句话的主词是 I 后面 当然就不能选 himself 所以要请你选的是 him 当作寿格 第五 I found delicious to eat chocolate cookies with peanut butter 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味的 吃巧克力饼干 配上花生酱 今天 我不能在 founder的后面 放上一个that 因为that后面 要有一个完整的词句 今天你会发现 founder的后面 只有一个形容词 delicious 所以我今天 需要用 eater当作虚售词 而delicious 来修饰这个it 所以第五个题目 答案请你选的是 it 最后第六 My favorite color is blue and is yellow 我最爱的颜色是蓝色 而他最爱的颜色 则是黄色 他最爱的颜色 今天我们要用的是 所有格代名词 hers 继续来复习 英文当中 代名词的用法 上一次 我们学到了 反生代名词 跟人称代名词 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的 叫做 指示代名词 什么叫 指示代名词呢 其实指示代名词 就是用来指 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所以其实指示代名词 最简单的 就是国中学过的 this 跟that 或者是this 跟those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杂志当中的用法吧 他告诉你 指示代名词 用来提过 前方提过的人 或是 或者是东西 当然 其实it也可以 但是this 跟that 就特别加上了 指示的意思 就是这一个 跟那一个的意思 例句请看 this is my computer and that is my sister's 如果这个例句啊 我们都用it 你就会发现 你根本就分不清楚 哪一台电脑是谁的 所以 这是我的电脑 而那一台是妹妹的 第二个例句 一样很简单 this and those cakes taste very similar 这些蛋糕 跟那一些蛋糕 尝起来 味道是类似的 所以 this that this 跟those 就是大家最熟悉 也最简单的 指示代名词 另外一个 我们要提到的是 such这个字 such 其实就是诸如此类 这些 这样的意思 所以今天例句说 such is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这 就是这个 研究的结果 下面 接下来要开始介绍 只是代名词 比较复杂的用法 下面的例句当中说 这家店出租的电影 比那一家的便宜 实际上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比那一家的电影便宜 今天我要代替 前方已经提过的电影 这个时候 英文当中 是有规定的 如果前方出现的 名词 是单数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会用 that 来代替 如果前方的名词 是负数 那么我们就要用 those 来代替 所以你看例句 the movies at this store are much cheaper to rent then 今天为什么要用those呢 因为它代替前方出现过的 the movies 所以我这边会说 then those at that store 接下来另外一个 those的用法 是英文当中 固定的说法 英文当中 要说什么什么的人 习惯上 我们会说 those who 而不能说 these who 所以你看例句当中说 天助自助者 heaven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这里的those who 是一个固定的说法 就指的是 什么什么的人 最后一个例句当中 提到了 法律在自由之上 只谈论后者 而不顾前者 是没有意义的 英文当中 可以提到前者跟后者 前者跟后者 我们可以说 the former the latter former这个字的评法是 f-o-r-m-e-r letter这个字的评法是 l-a-t-t-e-r 但是我也可以用 指示代名词来代替 前者就是离我们 比较远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 that 来代替 后者 离我们比较近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this th-r-s 来代替 所以看今天的例句说 law is above freedom and it's meaningless to talk about this while ignoring that 这个that 就指的是前者 而今天例句当中的前者 就指的是法律 所以 只顾自由 忽略法律 是没有意义的 以上就是我们的 指示代名词 接下来要复习的是 所谓的不定代名词 不定代名词的 不定的意思就表示 没有特别指定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 one 跟once 例句第一个说 做善事的人会得到报酬 今天这个例句当中 我没有指定谁 我不是讲玛丽 不是讲彼得 不是讲frank 是指 任何一个 所善事的人 都会得到报酬 所以可以用one one who does a good deed will be rewarded 接下来的例句当中说 我不喜欢粉红色的玫瑰 请你给我红色的玫瑰 I don't like pink roses please give me some red ones instead 这里为什么用once这个字呢 因为代替前方出现过的roses 而且给我红的就好 我没有限定是哪一些红色玫瑰 只要是红色的都可以 例句再来第三个说 I bought two hamburgers and one is for you 这里的one 其实就是a hamburger的意思 我买了两个汉堡 其中之一是给你的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another跟the other 这个地方的文法 可以说是各位同学 最容易感到混淆的 而another跟the other 多半都有些固定的成语 固定的用法 比方说请看第一个 说是一回事 做是一回事 英文讲 to say is one thing to do is another 为什么这边要用another呢 因为世界上的事情 绝对不止两样 所以后方用another 讲到这边 要跟各位同学做一个补充 英文当中如果只有两个东西 那么习惯上一个会说one 另外一个就要说the other 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常见到的片语 一方面说来叫on the one hand 另一方面说来叫on the other hand 而今天说是一回事 做是另一回事 世界上的事情不止这两种 所以当然就要用one thing another 下一个例句说 节目有三个报告要写 一个明天教 另外一个下周教 最后剩下的那个是下个月教 英文当中如果有三个 我们就会说one another the other 而如果有四个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one another steal another 最后一个讲 the other 再来一个例句 我刚刚看到一只猴子当过去 不久就看到另外一只 一样 猴子在这边不止两只 所以我们不会说one the other 我们说one another 例句的英文说 I just saw one monkey swinging by and my friend saw another ride afterwards 接下来看到了some这个单字 some这个字就指的是一些 而今天杂志当中的例句非常非常的棒 很多的学校老师 或某一些传统的文法书会说 some这个单字 只能够用在肯定句里 但实际上 some当然也可以用在疑问句当中 所以例句说 我点了太多的食物 你要不要吃一些呢 I order too much food would you like some 这里的some就指的是some food的意思 接下来要复习 each both 跟or这三个不定代名词 第一个先提到 each这个字 each这个字 可以当作形容词 叫做每一个的 而今天在杂志当中的each 则是只代名词 每一个 所以例句当中说 这两条河的每一条 都是流入太平洋的 each of the two rivers flows into the pacific ocean 这里的each 是当作代名词来使用 当然 讲到每一个 各位同学就会想到 eary这个单词 each跟eary最大的差别在于 each刚才提过了 可以当作形容词 也可以当作代名词 但是eary这个字 就只能够当作形容词 所以今天杂志当中的例句 两条河的每一条 都流入太平洋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 eary of the two rivers 因为eary是不能够拿来 当作代名词的 接下来提到了both both则指的是两者都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 两个昨天 通通都来拜访了 both of his parents dropped by yesterday 当然 两者都叫做bose 两者都没有的话 就要用到 等一下会介绍的 neither这个单词 下一个要介绍的是全部 or 例句当中说 all of the students will go on the field trip next week 所有的学生 下周都要参加 校外的教学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 同学 所有的学生 你可以说 all students 把or当作形容词来用 或者像今天杂志商的写法 all of the students 所有的学生全部 这里的or 是代名词 而很多的台湾学生 在写英文作文的时候 都会写成 all of students 漏掉了冠词的 所以要特别提醒各位同学 接下来要提到的是 任何一个any这个字 any这个字在英文当中 习惯上用在问句 但是它也可以用在 肯定句当中 我需要一些回文针 你有没有任何一些呢 I need some paperclips Do you have any? 这里的any就是指 any paperclip的意思 下方要提到几个 跟否定有关的 不定代名词 包括了known neither跟either 这几个字的意思 是不太相同的 第一个要提到的是 known这个字 这个字指的是 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的意思 习惯当中 known这个字会用在指 三个 或三个以上都没有 如果要说两个都没有 我们会说neither 而最后一个 either 则是指 两者当中 随便一个都可以 不是a就是b 不是b就是a 所以例句当中 第一个说 这些信 通通都不是给我的 none of the letters is for me 请各位同学 特别注意这个意思 英文当中 known这个字的后方 习惯上会加的是 单数动词 is 第二个例句当中说 neither of them comes from australia 他们两人 都不是来自于澳洲 neither这个字的后方 一样习惯上用的是 单数的动词 最后一个 两个计划 不论是任何一个 听起来都是行得通的 either of the two planes sounds feasible 这里的either 指的是怎么样呢 两者当中的任何一个 既然是任何一个 所以理所当然用单数 sounds 接下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疑问代名词 who which 还有关带 那么在这边 我们的表格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Frank 可只有一个小小的地方 要提醒各位同学 请你看一下 关系代名词 这个表格的第二行 英文当中 如果我要修饰前方的事情 前方是事情 关带就要用who 主格是who 受格 还是who 而所有格很特别的是 不是用who 而要用who's这个单字 所以各位同学要特别的注意 下方一起来动手 做做看六个题目吧 请看第一题 you can choose of the book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你可以选择你有兴趣的书 答案要请你选的是some 这个字 你可以选择你有兴趣的一些书 所以请你选的是some then意思不合 而erry这个字刚提过了 他没有办法当作代名词 第二题 he didn't buy the white shirt instead he bought the black one 他没有买白色的衬衫 相反的 他买了黑色的 这里的black one the one 就代替前方的shirt 所以答案请你选的是one 这个字 第三 I will order one dish and you can order another and then we'll share 我会点一道菜 你可以点另外一道 然后我们来分享 今天 菜前面没有提到是几道 所以另外一道 当然用的是another这个字 不能用other 因为other是形容词 而others 则是代名词其他的 所以标准答案请你选的是another 第四 I'm out of sugar Do you have any? 我的糖用完了 你有没有任何糖呢? 答案请你用的是any这个单词 第五 怎么样 did you dance with at the party last night? 昨天晚上在派对 你跟谁跳舞呢? 今天其实我们用who这个字就好了 但是最严谨的文法 因为dance with的with是介细词 所以我后方用的是受格 所以前面用的是whom这个字 标准答案请选的是whom 最后的六题 New experiences are make life interesting 新的体验才是真正让人生有趣的东西 今天不可能放that 因为that要放一个完整的词句 也不会是it 因为it是虚主词或虚授词 any则是指任何意思不同 答案请你选的是what这个字 这个what就是指什么东西 所以新的体验 也就是让人生变得有趣的东西 答案请选的是what 以上是我们的代名词的用法 请各位同学回去多多复习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